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不对 不是非得早餐 唐强龙陪你过初四 今天初四星期五 我们还是会照表操课 照表操课就是表定的单元 我还是尽量的保留 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因为过年的时候 有的时候很轻松 有的时候很无聊 有时候很忙乱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 在高速公路上面 车嘴马龙 星期五也许有很多人要出去玩 有很多人准备要北返 我预期车流是很多的 但没关系 星期五早上的七点钟的时段 每个月我会安排 一个小时的旅游的单元 通常会有两档的旅游的产品 可以让大家在市场上面 安排自己旅游 因为现在虽然大年初四 可是第一个寒假还没有完 第二个通常过年要过到元宵节 当然说元宵节一定要玩不一定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安排自己的旅游计划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老朋友 其实他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该问的都问过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外门旅游局的顾问 林鸿翔 Nelson欢迎 主持人以及飞碟早餐的听众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要非常非常快乐 Nelson让我有点惊讶 Nelson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韩国瑜胜选的时候 Nelson就赶快跑到高雄就玩了一趟 那后来你觉得以你一个做旅游人来讲 你觉得韩国瑜胜选之前跟胜选之后的高雄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 因为我最近也常常跑高雄 为什么 因为我会去高雄做说明会 然后还有包括 就代表澳门旅游局 对 做澳门说明会 以去年来讲 其实我去年全省我做了75场的说明会 真的 对75场 而且我发现到说像现在来讲就得说尽量要运用科技的东西 75场里面我大概有25场 我也是跟旅行社啊 还有甚至旅展我做所谓的网络直播 那网络直播效果很好 因为我跟旅行社做 我发现有一场 有一场最高的人数是有两万三千个人 听网络直播 那平均来讲的话大概差不多一万个人 所以我发现 我发现网络直播效果还不错 那表示你还蛮红的就是了 对啊 没错 怎么有人那么不谦虚呢 因为我就说我既然在推广旅游 那当然就必须要尽能力啊 而且到处泡沫 所以我也是去年其实我包括全省包括金门澎湖 我都去做说明会 那当然就回到主持人刚所提到的 那我就是发现到最近哇真的在高雄 你可以发现坐高铁的人 甚至坐高雄捷运的人 甚至到夜市 人就突然多了对不对 对人都变多了 他确实很奇怪 干嘛 我觉得台湾人真是很莫名其妙 但我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好现象 就等于说他至少他真的 因为我觉得他才上任一个月 你不能要求怎么样 但是你的确真的看到 你看到货也出货也出去 人也进来了 然后大家他发大财 但是就等于说我们开始也会抱怨 为什么大家都发现到说 高雄的房价变高了 对不对 然后就好定了 住房率也变 车票不好定了 然后去夜市呢会会开始有点拥挤了 对对对 但我但我这样也发现到说 当然就等于说不管是韩国瑜 还有我发现他的团队 因为我特别发现他们的那个观光局长 哇每天都po在他的脸书上 他每天都在住不同的这个高雄的酒店 他在尝试每个酒店 然后每天想很多的点子 他固然这样子很好 但是我想说我也愿意提供一个澳门的感觉了 当然就等于说同样的我们这个旅游局 我们该做我们该做分内的宣导的工作 那很多都是东西说真的 真的是要靠民间的力量 因为民间的人才很多 他们很懂得怎么样来 再来努力推广 那我就说如果说民间的再加上这个政府单位一起合作的话 那我觉得说那个效果会会来的来的更大 就像您所讲的 是一加一绝对大于二的 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是真的是希望说高雄 他其实应该是能够真的可以做起来 我是觉得 我是预期高雄市真的会不错 我每次都开玩笑讲 大家知道我是开玩笑的 就是我每次 我每次碰韩国瑜说 不过就是个秃子 不过就是个秃头 我认识他20年前就那个死样子 对 那现在这么红 我就说 那为什么高雄突然不一样 好了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真的是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就在这个时刻 他这个人被看到了 那其实我觉得我认识他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变 当然也许像他脾气变好了 但是其实他的讲话的方式 那个调调 其实20年前就这样 可是20年前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很暗淡 他是觉得政治这条路都走不下去了 他自己都打退堂果 但这个时候丢到高雄 本来以为自己不会赢 结果没想到 把高雄变得风风火火火了 高雄开门了 我私下跟韩国瑜谈过 我说高雄如果开门之后 你要往南海的周围看 就是不要再像台北 什么搞上海的双城论坛 我说那个跟你高雄没有关系 那当我我就 我就把我过去的一整套的 对高雄的想法 因为我跟他说过 我说如果我当高雄市长 我说我如果会参选 我最想选高雄市长 对 那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高雄是一个很可惜的城市 就是因为他一直门关着 所以他看不到外面这么漂亮的风景 那我跟他说 在南海的周围 现在发展的只好 我说你先不要看到 看到就是说东协那几个国家 你光看中国南方 他弄了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 他就是告诉你 他在南方开了一个大门 对 那这个大门里面几个重要的城市 你只要高雄只要做好 他跟广州深圳 对 广州深圳都是超级大大城 没错 OK 都是中国的一线大城 对 然后香港 对 香港的这也是全球大城 对 你想有这三个城市 摆在那里 高雄只要对着这三个城市 再加上澳门 嗯 我说你只要把这几个城市摆在一起 比台北去做双城论坛 我觉得更有意义 对 同时规模更大 对 好吧 那讲到澳门 因为Nelson当到处去邢教澳门 好 那你到处去办说明会 对 那从各地去澳门的 台湾各地去澳门的旅游人 人次有增加吗 是这样子 因为我讲澳门 他只不过是就像台北市的文山区 外内有会去那么一个大小 对 那然后澳门本来政府呢 他是2018年去年的时候 他他现在他现在有三十平方 他去年的时候 他是说他目标是三千四百万人去 结果去年是三千五百八十万去 超过了一百八十万 台湾台湾全岛才一千万都高 对 那当然了 不可否认 就等于说若你问我台湾 台湾说真的 去年跟前年比较起来 去年只增加了大概差不多一千人次 还是一百零六万多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当然不可否认了 因为大陆去的人太多 就等于说人数成长这么多 那相对的一个房价变高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等于说常常忘记的时候 台湾订不到房间 这是我们 就是所碰到的面临的问题 不然的话会更多 那所以就像主持人所讲到 就等于说 站在我们的立场 就是说你要如何去突破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我就是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还带了几个旅行社 我就先study了一些东西 就因为你所讲到 今天不管是高雄来讲 或所谓是整个大湾区来讲 他这个经济是最重要的 那旅游的他只是附带 能够旅游跟着经济跑的话 他能够增加那个 那所以我study之后 我发现到说 原来在广东 在江门那一带 江门呢 因为澳门是2005年的时候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给他世界文化遗产 那江门是2007年 就我发现到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串联的 因为他是2007年 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那那个地方呢 是讲南宋跟元朝 最后一个中国四大海战之一 那一次是南宋死了20万的居民 那然后南宋灭亡变成元朝 也就变成说所谓的 第一个所谓的外族 异族来统治中国 那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就有很多的 文天祥就在那个地方被抓的 对啊 那然后那个地方 你也知道 还有开平那地方 又有碉楼 那就是中国移民的血泪史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这样把它串起来的话 我就把江门加澳门 我就说这两个叫做双门传奇 那就就是说把中国700多年 从南宋末年 然后跟一直澳门这样整个拉起来 那这样这个行程 我带几个旅行人去看过 他们非常喜欢 江门我没去过 江门跟澳门多远 对不起什么 江门跟澳门有多远 江门跟澳门距离车程 是一个半钟头 一个半钟头 一个半钟头 那所以在澳门 就可以直接搭车过去 对 有车就是了 对 那我们本来现在想法这样 就觉得说OK 我们香港 比如说你可以先飞到香港 然后香港一下飞机呢 就马上过港珠岛大桥 因为我现在 因为你从过港珠岛大桥 到江门 也是一个半钟头 那而且我最近在市面上发现 不管是旅行社 消费者 第一个碰到我问题说 Nelson 我们想要去看港珠岛大桥 你再教我一下 因为港珠岛通车之后 港珠岛通车之后 你第一次来 那我如果去香港或澳门 我如果去澳门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走港珠岛大桥 如果你去澳门 一样啊 因为它是两边通的嘛 那一样你就变成说 你在从澳门本岛 澳门本岛 然后一样 你要一样 要经过澳门的海关 它是在一个 一个人工人工岛 然后做一样做那个 就是经过港珠岛大桥 到香港 那个是OK的啦 费用呢 费用啊 它是不能自己开车上去 那不行 它有专专门的通轮车 对 它有专门的车子 对 那大概那个时间来讲 说以桥那个时间来讲 因为它是50多公里嘛 大概是差不多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 半个钟就给到 对 你说澳门到香港 对 那比你原来搭那个快船 要快多了 对 但是我讲一个真心话了 因为你要在过海关 而且现在 耽误点时间 而且现在还非常夯 因为我看一个资料 从10月27号开幕 到1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 光光走这个 从香港到澳门 走这个港珠澳大桥的人数 光光客超过了100万 可怕 因为我说实在的 好 现在今天大年初四 对 那Neilson来 其实我就 我就跟Neilson说 我过年时候本来想要去澳门 是 那 我就想说去澳门 那就带家人去 去港珠澳大桥走一走 我说 这个是在未来中国南方大门 对 它就是一个大湾区的概念了 对 那将来这个地方呢 最最少 你光是深圳加广州 就已经两三千万的人口 比台北都还 比台湾都还多了 对 再加上香港 对 澳门 珠海 对 这些地方串联在一起 那不得了 那个这个 这个湾区的规模 是非常惊人的 对 好 我说应该去体会一下 嗯 不过后来 我真的觉得 饭店实在是贵到 让人受不了 我想我们应该要安排 安排您去看一看 找一个时间 真的需要 你去看港珠澳吗 对 去实际走 可看一遍 一定要看一次 其实 其实跟着Nelson走 比较容易看到东西了 不可能要自己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要排排队慢慢看 有时候还真的是 不太容易 对 澳门 澳门后来 后来我这两三年 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前面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人已经太多了 对 不 我也是这样子 就等于说 您已经几年没去了 是不是 可能有三年了 因为我昨天刚好 还是跟一个旅行师在聊天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是就是去年年底 我安排了旅行 就是去走加盟澳门这一趟 他说 他说我十年没去 他说我以前呢 对澳门的感觉 然后以前带船 就是澳门进去 然后就是去 这个中山 就是去看一个翠横村 没有东西 对 就他没想到 我这一次 你带我去澳门 我光在澳门住着这个地方 我就发现到说 哇 原来澳门变得这么大 对啦 如果他十年没有去 那澳门的那个改变 当然是非常巨大的 他光这几个大的度假村 就非常的惊人了 对 所以他说他今年要 他要把很多主力 要摆在澳门 那当然我就像 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 因为就等于说 的确因为澳门 来光刻那么多 所以我现在就鼓励说 大家就等于是说 把这个大湾区 这个东西摆进去 那因为除了刚刚您提到 我刚提到 江门之外 澳门双门传奇之外 那因为呢 在这个联合国文科教组组织 教科文组织 曾经给中国三个城市 有创意城市美食之都 第一个是四川的成都 第二个是广东的顺德 那第三个就是澳门 那同样的顺德 因为他在佛山旁边 距离澳门也大概 差不多一个半钟 到两个钟时间 所以我想说 我们也跟旅行社谈 很有兴趣 我们要做美食之旅 就把澳门的美食 跟顺德的美食 绑在一起 澳门的美食 我们有概念 你去过澳门就知道 澳门本身 澳门跟香港比 因为我这三年没有去 我不知道那个价格 有没有太浮动 要不然澳门在澳门吃 跟在香港吃 澳门便宜 那也其实我觉得 样式等等 异国情调也都都不错 对 可是你说顺德呢 所以顺德我不了解 顺德有什么美食 我想啊 老实说说真的啊 因为顺德我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那当然我是从那个 那个就是 Google download下来资料 让我发现到说 其实顺德那个食物 而且因为我听很多的广东人 当然包括我的老板Pauline 他们也都一直都讲说 顺德的食物很棒 所以我们也想说 真的吗 他们是这样讲 因为 因为你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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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样给你一个美食之都 全中国才三个城市 一定有它的道理 重庆是吃辣 对 重庆是吃辣的 澳门当然因为 他有他有这种 异国美食 整个国际性的 异国美食 非常鲍细的食物 对 那顺德呢 他是广东 那基本上他是广东菜 OK 要广东菜 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特色 所以我只有说 等我去考察 带你去考察之后 再回来跟你报告 那一定要的 因为你在 你在就是说 澳门旅游局 已经相当长时间 当然对台澳之间的 这些的旅游 我挺非常的了解 那澳门这十多年时间 变化非常非常快了 对 尤其从这个 威尼斯人的这个都度假村开始的时候 澳门的整个观光 他的方向都变了 虽然他你说 威尼斯人他是一个观光赌场的概念 对 可是其实 我一直 我这十多年 我一直讲 如果你一直把澳门就想要赌 对 那其实就已经错了 其实澳门 澳门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样的味道 对 那你去澳门 其实你大可以 你如果不喜欢赌 你大可以把赌放一边 完全不影响你在澳门度假的感觉 那现在澳门如果你去过的也没关系 除了我有一些的朋友 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都去澳门 因为航班很方便 对 然后他们已经是VIP中的VIP 去的时候固定的饭店 大概就当自己家一样 那现在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把澳门再扩大一点 不管是顺德 那不管是江门 或者是港珠澳打压到香港 当然都是从澳门进出 我觉得比从香港进出来的方便 航班航班航班多 然后你也不会那么的拥挤 但是如果我要把港珠澳江门 然后像顺德这些 都排进我去澳门的旅游的 这些规划里面 那大概多少天的行程 我们现在是好 我们基本上还是希望说 想把它先拆开了 拆开我们就想说 就不要一次晚晚 对 就比如说以四天三夜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那次看的话 我们就说OK四天三夜 两个晚上我们住在江门 只要在澳门住一个晚上 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是因为在江门那个地方 他五星级的酒店 他一个晚上的费用 几乎等于是 你在那边住三个晚上的费用 都比澳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 还要便宜 所以我们算过就说 如果你在澳门 纯澳门玩三天两夜 比你在江门加澳门 四天三夜还要来的贵 那我们想说用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我想说在旅行 旅行程 我们当然我们说 先以精简大家时间方便为原则 所以我们会包 以四天三夜的行程为准 那可能包括顺德 也会包四天三夜 你说澳门到江门 大概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好可是那江门的 这些的住宿跟他的生活的条件 除了便宜之外 他跟澳门相比来讲会差很多吗 您是指哪一方面 比如说饭店的住宿的水平 不会 他的五星级饭店很大 很漂亮 而且最主要在那个地方 他还一个 江门那边还有一个最有名的 他是有所谓的温泉区 他有九个大的温泉 而且那种豪华的 所谓的豪华的度假村 那当然我们会考虑到是说 会有不同的族群方式 那我们想说 因为温泉其实台湾很多也都 那我们想说可能我们就先以 就是先不要以温泉为主 除非消费者 因为我们所规划的那些行程里面 你说碉楼就有好几个 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举人村 就等于说在清朝的时候 哇那个村落就出了两百多个举人 特别慧福书 都是名人 还有包括梁启朝的故居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南宋 最后一个皇帝的皇宫 那些等等 甚至还有个小鸟天堂 它是一棵龙树 经过几百年 然后变成一个大岛 然后它最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它那个它上面的鸟类 它刚好分早上时候的 可能几千吃一万吃飞出去 然后晚上的时候飞回来 但是另外一个族群呢 它是晚上飞出去 早上飞回来 你就可以看到万鸟齐飞 那些等等 有一些很多很特别 很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觉得说那些东西 真的都非常值得看 所以我们这样派那个行程 其中派那个行程 我们那次派 哇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你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还是从台北飞澳门 然后从澳门去驻江门 对那当然了 因为我这样讲说 因为我本来想说 我们会看情形了 因为我们说 如果因为有人要看港珠澳大桥 那我们说那干脆飞香港 因为你知道 因为台北飞 台湾飞香港一天差不多有100 差不多100个航班 那因为台湾飞澳门 一天只有差不多15个航班 那相对的其实台北飞香港的票价 要来的便宜一些 那我想说OK 你刚好到香港 你就马上可以直接去看港珠澳大桥 满足他的希望 对那然后当然就旅行社 他会跟航空公司 他们会有一个协议 就可以说你可以是香港进澳门出 当然你要澳门进澳门出 那都方便很多 都各种方式都可以啦 那我们想说最简单一个方式 OK你到香港 那就走港珠澳大桥 从桃园出发可以 从台中高雄出发也可以 也可以因为台中 台中有什么华信航空啊 什么长龙航空啊 高雄那些都有 都有飞香港 台南现在有飞吗 台南没有 台南之前赖清德一直在争取 但是后来 对因为我知道台南现在 他们是最主要是飞日本县 日本县局 OK 好那当然这几个城市都可以 都可以直飞香港 或者澳门 现在去港澳当然很方便 我觉得港澳现在的改变 尤其港珠澳的概念 现在通了之后 这个一个大湾区 未来我觉得是一个几十年的势头了 是的 他不是三五年 虽然澳门在过去十多年的改变 已经非常的剧烈了 但是我认为那个改变才刚开始而已 一个跟文山区一样大的地方 一年有三千多万的在观光客 想着你就觉得人站进去 都把那个地方的都占满了 对 好那台湾的一千万的在观光客 我们好像都很高兴的样子 你就知道观光大胜 其实对一个城市的影响 有多么的巨大 好感谢今天 当然还在大过年期间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我要去澳门玩 我没有意见 你随时都可以的都可以去 因为航班很多 我只说很贵 过年时候很贵 每个地方都贵 对 你稍微躲一下 因为他离中国南方太近了 所以中国人过年的时候 一大堆就涌进来 对 好那过完年之后 随时可以去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澳门旅游局的顾问 林鸿翔 Nelson Nelson 感谢 好谢谢主持人 新年快乐 还有所有非得的粉丝们 新年快乐 好 我再跟你去江门看一看 然后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去远一点 我们去瑞士 那待会呢 会有一位呢 这个专门做瑞士的专家 那也是我们的旅游单元的常客 杨振发 广告回头之后 去瑞士 非得忘 非得早餐之 唐湘龙陪你过初四 今天大年初四 民国108年 2月8号星期五 七点钟的时段 过年期间 我当然希望大家happy一点 所以呢 今天我们排定的 那旅游的单元 但你会说旅游 现在过年期间 我们都已经在旅游了 不 我的 我的旅游单元安排 我希望你有一些比较 让台湾现在因为 因为第一个免签很方便 第二个航班很多 你如果真的想要出去玩的时候 基本上面啦 像台湾人 已经可以做得到 我今天如果真的很想 很想去哪里玩 你只要包包收好 行李打包好之后 直接拉到机 机场就可以上飞机 你也不用办签证 跟我年轻的时候当背包客 我30年前开始当背包客 那个时候那真的没有办法 你没有就是说那种的 那种想到马上行动的那种可能 因为你光办签证就非常久 航班的安排就非常久 所以那个旅游几乎是一定要 要做预先的规划 而且要等待机很长 好像你可以办得到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做 那旅游如果你有一些的 一些规划的话 其实第一个成本会降低很多 那第二个行程的品质 也会提高很多 好那刚刚我有预告 那今天接下去的这两段的节目 我们去瑞士 好吧今天要来先介绍我们的来宾 那太空旅行社的董事长杨振发 发哥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发哥来的时候呢 给我一本2019年瑞士旅游行程手册 那看着我当然就问发哥说 2019跟2018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了但是我们当然知道 当然也不一样了 对了但是我说在 因为他跟像瑞士或者欧洲的旅游 他不会像是 比如说我前一段的节目是录澳门 那澳门是那种就是说 每年都有新东西 对他就必须要每年都有新东西 那要不断的推出新东西来吸引人家 但是在欧洲的旅游不会 因为他的建筑也好 他的山水也好 他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的 那你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欣赏去参观 对所以你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你不要期待有什么新东西 而且去欧洲基本上面就是感受那个氛围 不管是风景 或者他的一个人文 基本上面就是去感受欧洲的那个样子 对他毕竟跟亚洲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欧亚我相信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 亚洲的文化艺术是领先欧洲 可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 慢慢慢慢的倒过来了 对已经500年了 对那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他跟我们亚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的建筑 完全不一样的山水 然后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到那边就是去欣赏 然后去看看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的确跟亚洲也是不一样的 好 瑞士被称为是欧洲的屋脊 就是欧洲如果是一个房子 那那个脊梁 就是这个房子最高点 最高点 那就是瑞士 他是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山脉 都横贯着 就是欧洲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脉当中的 最高的那一段 就在瑞士的这一段 那以前我们会觉得上高山 可能是一件辛苦 或者到偏僻荒凉的地方 但不是 在瑞士 瑞士现在是全欧洲 甚至于全世界国民所得最高的 他是最高之一 然后像我们到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年纪够的话 应该听过一个东西 叫做和尘牌阿尔卑斯系列 对对对 现在你在你在用厕所 马走位于用品的时候 你还是会看到 那他的确是欧洲的乌籍 因为阿尔卑斯山脉里面 他有82座超过4000公尺以上的山峰 那其中有48座在瑞士 好 那我们去看山 一般来讲 我们在中国字其实很独特 中国字你看 仙这个字 旁边是个人 左边是个人 右边是个山 所以你在山上 你就是是仙 可是另外一个字也蛮好玩的 俗 左边是一个人 左边是一个骨 在视野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中国字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的 所以我们是去看山 譬如说到今年的新的 譬如说他在Gornerglot 也就是我们阿里山铁路的姐妹铁路 去看马头红风 其实他每年七八月 都有所谓的日出列车 早上四点半左右 我们就要打火车 上到一个两千九百公尺左右的地方 走十分钟就可以到一个湖 你说每年几月 七八月 七八月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他就到那一个湖 然后在那边湖 我们在湖边等 那个当朝阳 第一道阳光照射到马头红风的时候 他整个山峰会好像 好像蜡烛也好像灯光一样 会变红 然后会随着阳光的角度 这个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这一个红是整个倒影在湖上 所以等于上下你都会看到 那个是一个世界奇景 那是那个是呢 我相信人一辈子之中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这一个景色的话 我相信你会难忘 真怕你很会讲 对 我骗吃骗喝卖身的 对 我就想说你光是我的行动 你大概骗了多少人去跟你的团 我现在说我的缠身是在卖身 对 我觉得OK 当然因为很有画面 我在想说以后我们的旅游单元 我要开直播 开直播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看看画面 我最少可以秀一下的图片给大家看 对 没有开直播 你就只能够寄望 就是说碰到像是杨振发这样子 很会讲的 OK你就比较容易有画面感 好 那因为现在是 现在因为大年初四 现在当然是北半球非常冷的时候 这个时候瑞士应该很大 除了滑雪的人 对 现在是滑雪的季节 当然滑雪的客人的话 现在他叫道瑞士 那是他的梦 因为亚洲 我问过了一些滑雪的教练 他曾经在日本教滑雪 也在瑞士教滑雪的瑞士人 我会讲说日本滑雪 跟瑞士滑雪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最主要的不一样 在于滑雪道的长度 亚洲都很短 所以你得滑 对 亚洲的滑雪道长度都不够 他都你都得滑下来 然后再再搭缆车上去 再滑下来 再上去再滑下来 一直重复这一个 好 那欧洲的滑雪道 就像说譬如说少女风也好 譬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策马特的 这个功能格纳特也好 你搭火车上去一滑下来 那中间还可以停下来 喝杯咖啡喝杯酒 看看风景 然后再继续往下滑 对再继续往下滑 然后他们还有一种 那蛮过瘾 对 如果要当你要会滑了 对 要会滑 所以瑞士骨科很有名 不只是骨科 很多人会摔的那个 所以瑞士还有一种旅馆 叫Ski in Ski out 就是你出了旅馆就马上就可以滑 然后你滑完了以后 回到旅馆直接就到Lobby 就在门口了 所以叫Ski in Ski out的这种旅馆 那他还有一种特殊的 就是每天第一个滑雪的特别贵 为什么 因为滑雪道整理好了以后 前面没有人滑过 所以你没有轨迹 那个滑起来特别舒服 特别贵 特别贵 所以他会贩卖每天第一个滑雪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这样 对 这我们不会滑雪的 他真的是不懂 对 不过台湾 台湾虽然在热带地方 不过我觉得现在 到冬天的时候 喜欢去体验滑雪的 越来越多 到日本 到韩国 到日本 韩国 或者到中国东北 很多 但是 到欧洲的必定很少 对 但你 当然因为你要 你要带着装备 高手 对 要高手 因为瑞士人三岁开始滑雪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的喜欢滑雪的 会滑雪的 一定要去欧洲 去瑞士体验一下 一定要 所以每年台湾 每年都有两到三个团 到瑞士滑雪 但是那个人数都很少 你冬天有带过团去瑞士吗 有啊 但是我不会 那如果 那如果不会滑雪的人 冬天去瑞士还能干嘛 OK 我们还是可以去看风景 我们可以在雪地上走路 那个叫做 叫做 snow hiking 或者是穿着大雪鞋 好像那个 大脚哈利的那种雪鞋 然后在雪地上走路 那个很好玩 可能很累 不会 不会吗 在雪地上走路很累 不会 因为它不会陷下去 因为你穿着这个大雪鞋 那也可以玩雪橇 Sledge 雪橇其实很多客人 也玩得很高兴 雪橇是有人拉的吗 是有动力拉的吗 没有 就是沿着滑雪道 这样滑下来 OK 就是 你不是滑雪 左脚踩地就左转 右脚踩地就右转 两脚踩地就刹车 然后刹不住 让它飞 OK 跟搭雪盆 差不多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 瑞士骑士 它也有温泉 也可以趴温泉 对的 当然这是冬天 冬天阿尔卑斯山的 最高的这一段来讲 当然都是 整个国家都是被冰雪覆盖的 对 但是它1000公尺以下的地方 其实冬天 它一年会下几场雪 是会积雪 那积雪融了以后 1000公尺以下 其实平常是没有积雪 但是1500公尺以上的地方 就是一天一片的冰天雪地 好 那它的滑雪季会到什么时候 到它的每年的滑雪季 正常来讲都是到复活节 假期结束 那要到 一般的三月或四月 今年会比较晚一点 四月 好 所以它一年等于有半年都是雪 没有 它的滑雪季是从12月 一般来讲12月10号左右开始 那也长达五个月 对 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 好 现在我们现场的 我之前有预告过了 专门做瑞士的养正法 专门做瑞士的太空旅行社 那它每年来反正 它就是带着2017 2018 2019 的瑞士旅游的DM 图片换了 对 图片换一下 好 OK 那我还是 我不免说 那我问一下 今年如果去瑞士 有没有什么 如果我已经去玩过瑞士 好吧 我想去过 可能会一去再去 觉得非常喜欢 但是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今年 有啊 就刚才讲的 日出列车 那另外呢 那是今年的吗 它一直都有 可是以前都没有包装 都没有安排 对 今年把它安排在里面 另外 那是七八月才有 对 七八月还有 那另外有一个地方 去年有一个网络新闻 就是瑞士有一个 餐厅旅馆生意好到 老板不干了 嗯 那个地方 那个那个叫 Evan Alp 那个一个 有我们讲 伊本利啦 嗯 我有我有看到 这个新闻 那这个地方 因为他要搭软车 还需要步行 到一个悬崖 那它是一个三壁 嗯 三壁上呢 用木头 大概出一桩的旅馆 我有我有看到 那个那个照片 啊 这一个是因为呢 我们的国家地理杂志 出了一本书 人生必游的 两百二十五个景点 这一本书 第两百二十四页里面 有做一个短短的介绍 可是重点不在 那个介绍了 而是他的封面 用了这一张照片 啊 所以造成他爆红 啊 爆红了以后 瑞士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是说生意好了 我们要多请一天人手 对对对 赶快就多赚一点 瑞士人是说生意太好 我不要做了 好怪 大家思维真的差好多 是 所以这里面 我想说我们常常过年 就现在过年嘛 我们会讲恭喜发财 老外没有说恭喜发财 这个字 我知道 我常常跟外国人讨论这件事情 我常常说 那你们 你们Christmas的时候 就Merry Christmas 对 就Happy New Year 对 Happy New Year 就祝人家快乐 祝人家健康 但是我们都是恭喜发财 那他们说 你们中国好爱钱 我说我不是 中国人一方面穷怕了 第二个就是说 对发财这件事情 它包含了很多的想象 不过不是只有发财而已 当我们说恭喜发财 其实是希望你一切都很好 有一个好的生活 对对对 是希望你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那已经生活很好 你就不太容易想象 为什么中国人都要恭喜发财 好 那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在三壁上的建筑物 就是我们的形成表的封面 这个照片 然后OK 然后那 那这也在你的规划里面 对也在规划里面了 那今年呢 还有一个最新的 这是真的是全新的 这很炫啊 就是今年的冰河列车 我们讲的瑞士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观列车 从圣摩尼茨到侧马特 这中间两百九十一公里的 那这一个冰河列车呢 今年推出一个全新的长等 以前都只有一等舱跟二等舱 今年推出了一个叫做尊爵舱 Excellent Class 它是一节车巷只有二十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都靠窗 然后它上面呢 它供餐 还供饮料 好心动 对 那这一个 但是呢 这个我们讲瑞士呢 瑞士是 我们想到瑞士 大概不会想到便宜的东西 当然啊 当然啊 所以我 我就要问说 你还是要告诉我 那 它一定很贵 对不对 它除了火车票的票价以外 定位费要付一万三千多块台币 定位费 光定位 对 已经是比两张日本来回机票吧 定位费而已 那它的车票呢 车票要两百两百八十块左右 所以这一趟 总共加起来 瑞士房 对 这一趟总共加起来大概两万 你说光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对 从圣堡里子到厕马特上面 供你餐 供你饮料 有一个 有一个服务的人员 然后呢 看着这个好山好水 这样子呢 八个小时 大概就两万块台币左右 如果以我的个性 我觉得值得 不要看哦 日本人非常疯狂 当然哦 我的个性就是 当然 谈到你工作这么久了 应该赚不少钱吗 我说 我都很诚实的讲 我都把我赚的钱都花光 我都去玩光 从年轻时代 从年轻 从我那时候待遇还不错的时候 我每年就是把我赚的钱 OK 除了家用等等 都给太太 通通都把 我自己剩下那天的钱 我每年就把它都花光 到现在为止呢 都还是一样 旅游业都讲 玩光花光 为国争光 对 你最早就玩的过程当中 我是真的相信 就行万卷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这是真的 那万卷书对我很重要 万里路对我也很重要 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 都非常的重要 好 今天呢 在我们现在现场的 太空旅行社的董事长 杨振发 发歌 好那瑞士旅游行程 其实我只要一翻开 我就觉得就很想动 就不太想要工作 就赏心悦目 对对对 它的就是瑞士的风景 包括的封面当中 所讲的刚刚的那家的饭店 其实这饭店很小 他最主要是餐厅 他现在旅馆已经不经营了 他不经营旅馆了 他只剩下餐厅了 对真的非常非常怪 好吧 那这一套的行程 你们现在主要的规划的是多少天 我们现在今天的行程 大部分是以12天为主 12天 对 因为扣掉来回的飞机 一般来讲是三天 所以实际上在欧洲瑞士的话 会晚9天 OK 好 12天的行程 然后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请杨振发发哥 为大家介绍2019年瑞士怎么玩 好 飞电波网飞碟早餐之陪你过初四 今天大年初四 明国108年2月8月星期五 我们的旅游的单元 让大家为一年的旅游做准备 当然你现在在大过年期间 你可能会说 我现在正在旅游 我讲的不是现在 我讲的是2019年一整年的规划 好 那目前在我们现场的 是专门做这个瑞士深度旅游的 那太永旅行社的董事长的杨振发 杨董 我们都叫发哥 好 那刚刚讲的就是2019年的 这个说 你们的这个瑞士旅游行程手册 这是瑞士国家旅游局 那跟他合作的旅行社 那所这个所共同出版的 好 那以 我以太永来讲 你们推的团基本上面 大概都是标准 大概12天 那当然你们12天又分成好几套不同的行程 对 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考量到现在分重 分零 越来越明显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有 我们对瑞士 我们也采用不同的方式 那最主要是交通工具 第一个最经典最传统的就是 还是以巴士为主 但是这种行程穿插了 什么冰河列车 柏林纳铁路 什么黄金线列车 登山火车 登山缆车 该做的铁路 该做的缆车都有了 那是最轻松的 所以我常讲这种行程 叫做欧洲五大民风12天 叫做机械化军团 那另外有一种是以铁路 完全是以铁路为主的 他的交通完全以铁路 作为衔接 那这种行程呢 我们叫瑞士铁支路12天 那这个呢 就是考量到 每天走路的机会 还有体力需要比较大 因为他一天走路 需要到一到两万步 这就是除了搭火车之外 还有很多的走路 因为我们火车站到景点 火车站到旅馆 火车站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都需要都有一些距离 可能都是步行 或者是搭公车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他步行的几率 而且大概就是说他负重 就是我们的随身行李 随时我们下车了以后 全部都要带在身上 随身的行李 所以他负重可能也会比较多 比较重一点 所以他的体力耗费会比较大 所以我把这种的铁支路的 火车的叫做步兵团 那另外有一个行程 是我们这两年新兴的 因为我现在考量到 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人很喜欢到山里面去走路 不是登山 是去践行去走山 走步道 所以我常讲这叫走山 那我们的行程就叫瑞士走路有风 风是山风的风 走路有风 这也是12天 那这是以践行为主 就是说到一个地方 我们住两到三个晚上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搭缆车或搭火车 上到山上 然后开始践行 那最长的一天 大概是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的践行 所以这种行程走路有风的 那像如果带着中晚年人不太适合 对 所以我就说这种的叫做特战部队 对 不过你要参加这种团之前 这种行程之前的时候 你要先 对 就是要先考量自己的体力 还有能力 这个我们都会事先跟客人解释 要特训一下 稍微要特训一下 那今年我们当然还推出了一个特殊的行程 就像发歌导览 小弟我自己带团的 那这是14天的 这个行程比较独特 就是这个是全部个人 发歌最喜欢的地方 综合在一起的 因为刚刚那一个是大众 普罗大众的市场 很多客人在出发之前会比说 别人有你为什么没有 所以就塞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对 就觉得在瑞士曾经听过的 您线片上有过 我都要去 所以这种情况 那这个14天的行程 就是我把它筛选掉了 发歌觉得说 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每天的行程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又考量到很多的消费者 会想说 我也想要做铁路 所以这个行程比较独特 是前面5天是铁路旅游 那时候体力还好 后面体力衰落了 没有关系 我们的后面是巴士 所以它是结合了铁路跟巴士在一起 然后也安排进了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 冰河列车的尊绝唱 把它安排进去 好 最后我要问一下 因为去瑞士旅游的 平均的单价应该比到欧洲其他地方贵吧 对 因为瑞士的生活水准高 所以全欧洲最贵的 北欧跟瑞士 北欧的国家跟瑞士 所以像这种12天的行程大概多少钱 正常来讲大概16万左右 那如果像14天的这种的发哥当导游的行程 这个叫27 干嘛不好意思 这个小弟不好意思自台身价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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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大家因为团 虽然这样讲 不过你一年出多少团 40到50团 好 所以如果要跟的话 这个就要叫规划了 如果说是我的团 今年剩下两团 因为我只规划三团 那目前剩下两团 一个团多少人 20 20个人 好 就是把整个尊绝唱包下来 OK 这个会很有心 当然因为团费比较贵一点 除了天数比较多 除了发哥自己带之外 另外刚刚讲的铁路的尊绝唱 OK 这些成本都会比较高 好 这些让你再当参考 但听到时候 你可能会越越预示 我会建议你就说旅游 尤其是全年的 比较长天期的旅游 你一定要提早规划 提早规划的时候 成本 然后时间 服务的品质 都比较好要求 太匆忙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乱一点 好 瑞士是你一生当中 不只必去 如果能够多去个几回 我觉得那是一种的祝福 瑞士的深度旅游 你如果有任何跟瑞士有关的事情 我觉得你都可以找太勇 找太勇旅行社 那问发哥大概比市场上面问任何人都要来得更准确 感谢今天大年初次的时间 来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太勇旅行社的董事长杨振发 振发感谢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 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诸事大吉 一定找时间跟你去做尊解仓 来我们进广告 回头之后 还有全天飞碟精彩的节目 感谢观看 两个来热碟